追击发生之后 总裁记者张岳也已经抵达了伯克拉的追击现场 我们来看他发挥的报道 是地点距离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居住的这个房子是很近的 距离民房实际上连20米的距离基本上都是不到的 那么航班在这个突击者称飞机在飞行空中飞行已经昼眼可见 它的引擎的这个风扇转动的就是很慢 然后飞机进行这种左右的一个晃动以后就坐了下来 落下来以后就在这个河道上滑入了这里 那么据尼泊尔民航局当地时间4点半 下午4点半左右公布的数据 截至目前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8人